大家好 我是Howard 陳豪雲 在這次拍攝裏面 我亦是第一次可以說撞鬼 見到靈異的事件 首先 我在拍攝途中 我們曾經去過一個英靈的醫院 那個醫院聽聞 是很多以前一些婦產科的女士 在那裏流產的 我們在那個醫院裏面 走了大約半個小時之後 我們發現身後有了門 就突然間一聲地關上了 然後我們就很害怕 走了出去 但是因為要拍攝 就要繼續逗留在裏面 搞了大約再半個小時 突然間有一陣怪風出現了 之後我們就做一些法事 打算超渡一些亡魂 當我們在超渡的時候 突然間我們聽到 樓上有很多腳步聲走過 然後突然間很大小的門就關上了 然後我們立即全部人就走了 到拍攝的中段之後 就剩下我自己一個 我就去了中國第一鬼村 之後去到當地 即是有一個地方 即是荒廢了大宅 裡面有一個靈位 工作人員就安排了我 在那個靈位的下面 要睡一晚 睡一晚的時候 我初一開始想著 沒什麼東西 就搭了帳篷 在裡面 怎麼知道 睡了半個小時的時候 我睡了半個小時的時候 我就發現 有人拔我的腳 我就醒了 我後面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黑色的 就是穿了的牆 突然間 我看到那個牆裡面 好像有些東西 好像隱隱藥 好像有些人形 就有一個走過來 然後我很害怕 於是乎 我開始想著走的時候 我突然間動不到 然後就很多 即是突然間有聽到很多聲音 然後我簡直是 講不到話 呼吸很困難 後來就因為 當地有師傅 隨團 所以後來就搞定了 就是幫我做了一些儀式之後 我就沒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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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